美国大量机密军事情报文件在网上泄露引起关注 联邦调查局星期四在马萨诸舍州北戴顿逮捕了一名21岁的空军国民警卫队队员 相信他和文件泄露事件有关 司法部长加兰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特谢拉将在美国法典第18边第793条间谍法下被提控 罪名是未经授权转移保留和传输和国防相关的机密文件 这些文件可能被用来伤害美国或帮助外国敌人 泄露每一份此类文件的行为将被列为单独一项罪名 每项罪名一旦成立最高可判处十年监禁 特谢拉预计将在星期五提堂 优肯定上摋 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